全都被你摊上了 都被我赶上了 尤其要提高我这个类别 就国会要针对我们了 你这点我名得了 房价也针对我们 买气也针对我们 我想咱俩还没赶上 美国这个移民 每年它有EB1A之类的 移民名额分配于中国 印度的移民名额 有的时候送一个时候紧 美国它也没有一种 说政策来评估 我今年来送一点 或者说今年紧一点 它是有名额限制 就是overworld的 名额速度 就是总共的今年的 所有的名额 它现在国别 不是一个国家 78,000、76 它看你今年发的卡 它比如前三个月 它一发已经发了 比如三万张 或者两万张 今年明显 发的数量 这速度过快 它可能就会给你 把那个排气往前调 那会不会因为 你像如果说 现在是一个 大事业的一个大环境 它们会进入限制 就是美国发展更少一点 它现在保证美国境内的 这些它们美国人 这些港元先给安上 然后再给外国人 能解位置 那是过法案吗 它现在好像是 每年固定的 比如说每个类别的 数量应该是一定的 之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我 那个时候那么容易 是因为它疫情那段时间 它有很多那种 新属移民或者什么的移民的名额 没有用完 然后全都给了这个职业移民 所以那段时间 职业移民就大选进 就没有排气了 然后这段时间 现在疫情恢复了 现在又开始排气了 就是因为那些名额用完了 而且现在中国申请人说明显变多了 然后我看他们网上都说 要提高这个 中国申请人的这个 I-140批准的这个难度 这特别是1B1的难度 最近呢 没有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怎么回事 什么都被你摊上了 都被我赶上是吗 尤其要提高我这个类别的 就国会要针对我们了 你直接点我名得了 房价也针对我们 买气也针对我们 我想咱啥也没赶上 你没有每个点也没踩上了 那也不能每个点也没踩上 每步都没踩上 都差一点 还行吗 还行 是那种难度回复吗 对我同意 我觉得行李也可以回复吗 对吧 对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别 还在录着呢 我可以把它剪掉了 你把我身份证号报了吗 你是哪的来着 你不是那个区的吗 你爸妈是干什么来着 太真理想 还好 人家第一遍 他可能走着口音没听出来 你说那个不是耳刀 那个 我这 OPT 下不来了 为啥 你知道 Elly的 她的OPT 开始还被拒了一些 为什么 OPT又被拒了 为什么 她申请OPT延期 然后她在网上付款 结果她的那个银行卡 付款就给她delive了 她没有付费工要 她的OPT延期就被拒了 还有重新生成的 那个aanta 心用卡 公司真的是独队友 你已经生了吗 OPT Bro 多二十年了 生了两天 生几天了 你知道我第一次要不去装饰的下来吗 我知道你说八十天了 一百二十天四个半月 不是三四一百二一百六十天 当时我都以为我吓不来了 我以为你发了啥事 他跟你蒙是生的 他两个就吓了 我们俩是前后脚闭了夜 我是网山他是纸质的 我六月份就拿到奥本了 当时不是 当时网山刚刚出来了 我十月二十我才拿到我的奥本 我六月二十号我已经拿到我新的 六月十几号我纯纯等了四个月 那现在想要很赚 但是 他都一起给我了 但是他走的是bonus bonus的税是35% 一万多块钱 给我整到手里不到一万 一万吧 我没少干活 你没少干活 我狂干 你不干 我敢不干嘛 我拿人家offer 我去给人干OPT没下来 我还得求着人家 那个委屈组又加一份 什么组 懦弱组 懦弱组又加一份 当时疯狂加分 今天给人家 怕人家说那你这样 既然下不来的话 你也没有那个什么 就不要了 因为当时我说的提醒 当时 你们 你又点名 你又进去了 我从给他说 你露个脸吧 你露个脸 你直接把我生成二 你学二六七 我当时 当时你们学校 是建议你们往生的 对吧 没有他当时都行 他建议了 我当时我帮他省了 他们需要建议往生 但是因为不建议往生 所以说 现在都往生了 他那个当时你知道指示是很麻烦的 对吧 但是我硬逼着他还是指示校的 所以说他两个人拿到了 那当时你要往生吗 当时光了 我跟你说过 我让你别往生 不建议往生 你说我看他呢 我说 我当时想要富贵写中 对 那就是我 那就是这么说的 他说富贵写中求 不是 他当时往生 你能想到我问题吗 网络申请 他应该因为往生 送到不同的centre 他有些centre快 centre慢 然后你当时纸质版的centre 富贵写中求 然后当时你应该就是跟我说 你要富贵写中求 我这人就是这样 富贵写中求 我每次富贵写中求 都软一把 我梭哈每次都梭出问题了 你的绿扛也是梭哈 我就像梭哈 他叫富贵佳琪 我就不应该加急 我花了那么多钱 是吧 你加急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应该该收到那个之后加急 追加加急 我现在意识到了 真是可以加急 现在来不及 我那三千多年白滑了 我也白滑 买个经验教训你 是不是 哈哈哈 你这不更过分了 这多更气人 买个教训 对 教训以后也用不上 就是那个绿扛 白买的教训 你只能告诉别人 给别人买个教训 你给你卖嘛 给外人买个教训 或者说 你给我五百块钱 我告你一个教训 我告你怎么升 不能不能被抵的 或者买个经验教训 就是以后别付费钱了 你每次付费钱的东西 错了 不行还得求 忙一把 那往生确实是快 现在都是往生了 我们那时候是刚试运行 所以是既可以指质 也可以往生 往生不到一个月现在 当时指质是趴机溜嘛 所以以前都是指质 就是我也都是指质 那指质RF1不是很麻烦 对 往生的话就RF1 然后你上传的资料 第二天就会进去 对 而且往生现在不到一个月 快往生 我们记得 我们那会OPT多少钱 45天 我那个时候等了三个月才下来 就是我那个时候是很慢的 OPT可以提前三个月什么 然后后来就是三个月才下来 我去年OPT是27天 对 现在快了 140多 145天我记得 算了 他们说收到receipt之后 自动有180天的那什么 年期 对 那是你STEM 嗯 你不是出的 就是我现在这样 对 我收到了我的receipt之后 就我后面就 哪怕我的OPT结束了之后 我自动就是 你还能拿那个东西 如果有人真的跟你 LEGAL上跟你扯皮的话 你得拿那个东西 但一般上没有人跟问你这些东西 是吧 那你那个 你们今天抽了吗 抽了 我们都抽了 我们俩都抽了 我还 我还抽 什么 你找不到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可能要占工资 哈哈哈 给你match到你 我 为什么 我怎么什么都到不了我的 因为你 这工资还高了 你开始给的比较高 我还 我还 H1B还降级是吧 为什么 我怎么到哪都欺负我 那如果讲一下 很多网友不知道 那个OPT啊 H1B啊 什么之类的 我给你讲一下 就是OPT呢 是一般毕业的学生 留学生 从拿到工作签证的一个过渡期 跟你学的专业有关系 如果你学的是工程类的 他一般给的OPT的时间 一共是三年 然后如果你学的是文科类的 那只有一年 那到了公司以后呢 公司里面才会给你申请那个工作签证 就叫H1B 说完了H1B以后 有的人就可以申请绿卡 但是也有的 没有拿到那个H1B的时候 靠自己的成绩 比如说你发了很多文章 然后让公司给你做sponsor 你也可以直接申请绿卡